日前 河南鹤壁14岁少年王敏然6次倒挂下14米深井 成功将坠仅3岁女童救出一事 感动数万民众 她坚扛责任 上井后坚持不穿棉衣 直至女童获救 12月6日 记者与王敏然及母亲在其家中见面 王敏然失救时手不擦伤 还尚未痊愈 回想起11月30日晚去救援的场景 她仍历历在目 我爸就给我妈打电话 说去救小女孩 所以我们俩就说赶快穿衣服嘛 当时测速非常快 就到那个 当时就是说就想把那个小女孩救上来 据了解 11月30日晚 一名三岁女童玩耍时 不慎坠入鹤壁市赫山区一宾馆前的深井 井口直径仅30厘米 成年人难以下井失救 接警后 赫山区启动应急预案 多部门联合失救 在政府的统一自卫下 在恨端的事件范围内 就是集结了消防队 白马救援队 烂田救援队 还有遗物人员 包括这个挖掘机 进行了极致抢救 当时就研究了三套方案 第一 设一个声讨 逃动小女孩收饼 第二就是下任 第三就是采取挖掘机 由于女童年龄小和井口直径受限 自救和下井失救方案都难以实施 女童生命垂危 在采取第三方案 挖掘机开挖的同时 救援人员在现场挨个测量肩宽 但遗憾未能找到合适下井者 此时 巴马救援队队员自告奋勇 提出让14岁的儿子王敏然到场仪式 接到电话 王敏然和母亲迅速赶到 在征得父母及王敏然同意后 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身体检查 消防部门展开紧急培训 随后王敏然一次次倒挂下井失救 前面下井的时候腿一直抖嘛 就是紧张 当时环境也冷 就紧张了 然后到后面四次之后 一点我下去嘛 然后就是说 给你想想交流说 小妹妹 小妹妹 你别怕 然后 然后就是说 当时上去的时候 太姑姑说 哥哥哥哥你别走 哥哥哥哥你别走 我当时那个心 就是 更想把他救上来了 在第六次下井 王敏然与井上救援人员上12次 下12次把女童捆绑好 最终女童被成功救出 王敏然母亲告诉记者 通过此次救援 儿子表现出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令她欣慰 我都给她穿棉袄 她说 妈 先别穿 万一那个小妹妹 我要是没绑好 我还得再下去 然后 当时 我也就是给她使劲抱着她 搂着她 怕她冷嘛 然后 儿子就坐到那儿等着 听到外边就是掌声响起来的时候 知道女孩获救的时候 我儿子那会儿 就是着急的往门口跑 就是看看女孩要紧不要紧 因为当时人也多嘛 他也没看到 我儿子有点失落 我都说别慌 咱有机会看到 我儿子又跟着我回来 我才给他提上鞋 穿上衣服 据了解 在近些年儿童坠紧救援案例中 由未成年下警施救的案例实属罕见 对下警施救孩子父母和下令的指挥员而言都承担了巨大风险 救援 整个过程这个惊心动魄 内心深处也在不断的煎熬 就是为了女孩的安全 为了王民长小英雄这个安全 我得不惜贴代价 保证她安全 能把小女孩救上来 出于这个初心 我觉得我也信心能成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